期間拉隊離場 說是要等劉皇發趕回議事廳投票 今日的投票結果 令我特區政府和廣大的香港市民 感到極度失望 梁振英對政改方案被否決 說極度失望 各位,立法會連續兩天審議 政改方案決議案 在中午進行表決 最後決議案未能夠獲得 三分之二議員支持通過 結束長達20個月的政改爭議 在表決階段更出現戲劇性結果 表明會投支持票的建制派議員 在表決的鐘聲響起後集體離場 結果在泛民沒有轉態情況下 以28票反對、8票支持 方案被否決 行政長官梁振英說 對結果感到極度失望 又說未來兩年會集中處理民心問題 我們先看看立法會 表決政改方案時的情況 立法會經過九個多小時審議 到了中午左右 已經有41個議員發言 隨即進入表決階段 負責今次政改工作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總結發言時一度感觸 說推動政改過程在公務生涯中最艱難 但他無愧於心 回望過去20個月 即使專責小組的工作 並非十全十美 並非無懈可擊 對於三人小組的評價 我確信公道、自在人心 我因為政改方案將會被否決 而感到痛心、失望 我無法預知香港的民主發展 什麼時候 他又說政改爭議已經到了尾聲 期望社會重新出發 反省過去20個月在香港發生的事 思考香港未來的方向 在今天之後 我們應該放下分歧 重新出發 政府總結發言之後 議案隨即表決 原則付出表決 在記名表決的5分鐘內 經民聯的林健鋒 突然要求約會 休會15分鐘 我們想再討論一下 主任曾玉成就說 要求不合乎規則 但民建聯的葉國謙就率先起身 數十個建制派議員跟隨離場 市長 記者 ptions 檢 провер 表明過程的 有十多項 但他無法反對 沒有人 無法反對 全體議論 分之 家村 以外 人物 是 否則 精改議或上句號 我們